柯文哲認為這怎樣 民進黨太壞了 國民黨太笨了 民眾黨又太弱了 那在第一時間 寒冰剛剛來的時候 我們給大家看一下 今天的網路溫度計 以聲量來講 你看第二名是蔡英文 第五名柯文哲 其他三個就是選將 只有這兩個不是選將 也就是說 然後他們的正聲量 跟負聲量是差不多 也就是說在這個看起來 從聲量上來講 誰是最大的獲利者 其實是蔡英文 然後是柯文哲 對蔡英文有什麼影響 這就是國民黨要學的 國民黨應該以誰為師 就是以蔡英文為師 為什麼 我們稍後請寒冰講一下 這個吳子佳告訴大家 這是國家打敗了嚴家 嚴家的票數說實話 以當地來看 其實也並沒有少 但當然林靜宜 確實是很強沒有錯 他說蔡英文高喊棄決 政黨惡鬥 可曾反省什麼叫做政黨惡鬥 區區議席 根本不會影響到 國會絕對多數的立委補選 也被操受成 這個政權保衛戰 如此不給在野黨任何制衡空間 難道還不是 執政黨的制霸跟碾壓嗎 後蔡英文時期 全力獲得了鞏固 注意 在這幾戰 尤其公投 補選 罷免之後 蔡英文真的 全力大為鞏固 所以民建黨在2022地方選舉 還有2024來敬得小心了 總統大選提名上 蔡英文無疑的將掌握主導權 之前說蔡英文往獨裁的路上邁進 這幾次選戰就是他獨裁的怎樣 獨裁的基石 有沒有 我很有實力 我往獨裁的方向走 證明我是對的 都會贏 選舉都會贏 不是嗎 但我覺得朱立倫也好 國民黨也好 要以蔡英文為師 不管你喜不喜歡他 韓彬 2018年蔡英文敗得多慘 你記不記得 民進黨的逼宮 毫不留情 拜託 到今天大家這樣逼朱立倫 也不過網友再講一講 所有黨內同志 還算是幫他緩夾一下 連趙奧康也幫他留餘地 你記不記得 那時候台獨幾大佬 買廣告 有沒有 在上面直接就寫 請蔡英文退位 即刻交出政權 多慘 但是蔡英文挺過來 蔡英文在座創造了他的奇蹟 2020年 他又贏回來了 是不是 其實我講過很多次 蔡英文可能學位是假的 可能整個人都是假的 但是 他絕對不笨 他絕對是個很厲害的角色 所以我先問一下大家 連續三輸 國民黨怎樣 第一個完蛋沒救請加一 第二個整頓再戰請加二 國民黨應該怎樣 連續三輸國民黨怎樣 因為這個人能夠假了這麼多年 表示他絕對非常厲害 所以我覺得 並不是蔡英文真的厲害到 完全沒有人能夠對抗他 而是因為 在蔡英文厲害的同時 國民黨自己在自費武功 才會造成這樣的一個結果 你們忠實的社論 其實我不是完全同意 我講實在話 他說 如此不給在於黨任何制衡空間 為什麼要給你空間 為什麼要給你空間 我覺得很奇怪 這到底是什麼邏輯 今天難道國民黨執政的時候 會覺得說 好啦好啦 我們國民黨執政帶到這邊 就給你了嗎 有人這樣做了嗎 人家把你趕盡殺絕 剛剛好而已 我講實在話 政治上就是這麼殘酷 就是這麼現實 不要期待對方的仁慈跟施捨 要自己站起來 所以人家碾壓你剛好而已 誰叫你這麼廢被人家碾壓 我講實在話就是這樣子 不然呢 不然還要等蔡英文賞你一碗飯吃嗎 這絕不可能的事情 當然現在蔡英文絕對 你們的結論有一半是對的 2022的主導權絕對在他身上 但是2022選完的結果還不知道 2022如果民進黨選得不好的話 2024他就未見得能主導 所以永遠都會有希望 不要每一次都選完之後 其實我很討厭抓戰犯這個動作 我覺得很無聊 抓戰犯幹什麼 贏了就不要抓戰犯 輸了才要抓戰犯 塔綠班最希望你趕快抓戰犯 人家就希望你那一鬥 你還要趕快那一鬥 但是我第一講 其實今天輸了 其實很意外 我也沒有非常意外 本來要霸 霸臨場主本來就是一個 高度困難的事情 那岩寬恆被這樣鋪天蓋地的打之後 你說他能夠撐到這個票數 其實我也覺得他很厲害 講實在話很厲害 所以誰要去抓什麼戰犯 我也不想抓什麼戰犯 但是該出來的時候 你還是要出來 就這麼簡單的一件事情 我覺得我不知道 朱主席到底在擔心什麼 你出來講一句話 你覺得真的很多人會怪你嗎 對啊我剛就問大清我不太懂 而朱立倫也是江湖老鳥 他有一些政治智慧等等 怎麼會照這樣 大家覺得簡直不可思議 而且我講實在話 你也不是第一次輸 你又不是沒輸過 輸了就輸了 而且這次還不是你自己輸的 但你 剛剛我非常同意介大使的話 你找林濤出來講 這到底是什麼鬼話 你的意思說都是江啟臣害我 去找江啟臣算帳 是這個意思嗎 這一種甩鍋式的講法 實在是讓人家聽不下去 你覺得朱立倫第一時間 如果出來他應該怎麼講 第一時間出來非常簡單 今天不管怎麼樣 我們國民黨承認失敗 這一切都是我黨主席決策失當 那短短的三個月的時間 雖然我盡了全力努力 但是顯然努力不足 那希望大家 再給我們國民黨一次機會 我們全黨大家一起團結努力 把過去的錯誤改正掉 我們力拚2022年底的大選 我們一定要再給民進黨 一點顏色看看 結束了 他要感謝一下 台中的8萬選民 台北5萬選民 加起來13萬 我說真的 什麼話都比你講這個話漂亮 這樣實在嗎 至少你人要出來 人出來一下又不會怎樣 我說真的真的不會怎麼樣 誰難道大家會因為 這個補選輸掉 然後一個霸臨場所不成功 根本霸臨場所不成功 理論上還不是國民黨主導的 那個是民間團體 然後他現在好像台南 是被獨訪獨到的 他就說什麼台南艱困選區等等 拜託選成這樣今年年底 你到處都很艱困好不好 我講一個大白話好不好 你現在好去佈局台南 難道佈局上年底你就選得上 你們國民黨有哪一個人 在台南可以選得上 你告訴我 哪一個選市長選得上 所以不要跟我講這種 真的 我現在要求國民黨檢討了 不是要去抓戰犯 其實真的要講戰犯一缸子 都是 但是重點是 每一次選舉失敗的沒有關係 但是失敗你犯的錯誤 你總要知道自己錯在哪裡 你犯的錯誤是什麼 敵人厲害的地方在哪裡 我們下次怎麼改進 下次讓敵方再攻擊我 這一點的時候 就要吃屁門根 不是這樣子嗎 其實這一次是一個 很嚴重的警訓 警訓在哪裡 這一次中正萬華區 民進黨的動員 其實是完全失敗的 可是國民黨自己動員不成功 那為什麼 太多因素 國民黨自己內部的不團結 很多彼此之間誰看誰不順眼 到了最後幾天才開始在發動 太晚了 那台中第二選區 也是一個嚴重警訓 這會直接影響到年底 盧秀燕的選舉 我講實在話 因為台中第二選區 你想想看 嚴嘉本來估計他大概 到53%以內 投票率53%以內 他們都有機會贏 他估計自己就拿8萬票左右 他估得非常準 只是他沒有估到 投票率就能衝到58.26 那多的票全部灌到林靖怡這邊去 他就輸掉了 可是你有沒有想過一件事情 嚴嘉這樣的估法 其實代表什麼意思 代表2024年的時候 你再要選立委的時候 你可能只比現在更少而不會多 因為這個選區的人口 不斷在改變當中 你看上次公投到現在才幾天而已 又多出了1000多人 可以選舉 越來越年輕化 那如果你對年輕人的吸引力 這麼低的話 那到了今年年底的時候 你會差距會更大 我講實在話 然後到了2024年的時候 你可能要差好幾萬票 所以這是一個嚴重的危機 你當你認為自己的天花板 只在這裡的時候 這就是一個非常強烈的危機 那我覺得國民黨 這次要去檢討的是什麼 國民黨沒有打出一個團體戰出來 民進黨很明顯的打出團體戰 他不管雖然他在中正萬華動員不成功 但至少他所有人都來了 他在台中第二選區也是 所有人都去了 那台中第二選區動員成功了 那國民黨為什麼沒有辦法動員成功 然後在媒體戰上面 國民黨是輸了一塌糊塗 那你說國民黨的這些人 比如說鄭肇信 比如說葉原資 比如說這些人 沒有出來辯護嗎 有 可是問題是每一個人 辯護的方式都不一樣 你們連一個基本的 統一的說法都沒有 而且我也覺得林涛很奇怪 你叫國民黨的發言人 那你為什麼沒有上電視 去幫國民黨的政策辯護呢 我怎麼沒看到你上電視辯護 怎麼這麼奇怪 不是聽說有人說 你是不釋出的奇才嗎 但韓編我覺得因為林涛 還算是年輕 也許他的政治歷練等等不到 但我是覺得這麼重要的場合 敗選 你在智慧審在這時候 好需要一個振奮人心 或者是能夠聽得進去的談話 但是就丟給他 所以 我覺得這不是他的問題 我不是怪他 而是誰叫他做這件事 就是這麼簡單 他年輕 如果他現在力量還不夠成熟 讓他繼續去力量 而且這個記者會 你就要為你的失敗做一個定調 看起來他這個定調就是怎樣 就是別人的責任 之前的責任 我覺得這個稿子 到底之前朱立倫看過沒有 你容許這種話講出來嗎 你要知道 現在沒有人希望國民黨分裂 可是你講這句話 其實在促成國民黨分裂 你知道嗎 是 所以我真的不知道 你腦袋到底在想什麼 我真的也拜託觀眾朋友 這些泛藍的支持者 現在再去叫什麼 叫張亞中回來 支持什麼東西 什麼要去檢討戰犯 我老實講 如果你不是臥底的話 那我就覺得你腦袋有動 我講實在話 趙紹康跟朱立倫不合 大家都知道 那趙紹康為什麼支持他 繼續當黨主席 因為現在你如果再換一個人 我告訴你這更亂而已 就是這麼簡單 所以這是一個很基本的道理 朱立倫我只是希望他 像他自己今天在台南講的一樣 你說你一肩扛起 那我要看到你的肩膀 你不要肩膀抖一抖就把他甩掉 所以拿出你的肩膀來吧 我不希望你只是被記者 堵麥才去講這些話 拜託朱主席這一兩天之內 我本來期待你昨天晚上 那昨天晚上 好我不知道你什麼天大的事情 拜託你這一兩天之內 開一個正式的記者會 跟大家報告這一次的選舉 你到底什麼心情 開成不公而講沒有關係 我覺得大家都能夠坦然面對 但是用閃閃躲躲的方式 除非你在練歸拜氣功 不然不要跟我說 你是國民黨黨主席 你等一下 馬上要有閃躲的方式 假如所做的那些消息 我們有閃躲的方式 反對 向一面的消息 不痛哲 有實感 對 也 iceberg 感谢观看